他会看风水 看形象 到那个百分之百去 非常非常规矩 他在夜间的行动非常敏捷 眼睛亮 看着远 在夜间他能看出的远程二点 这个人我感觉是一种心很手大的人了 中华民族的老祖宗 他都敢去碰 看着一动 他有啥什么感觉 看着我 看着我 警察 看着我 看着我 来 看着我 眼前的男人被尊为盗墓界祖师爷 虽然只有小学文庭 但丝毫不影响他三十年 到了高达三百座古墓 涉案金额以亿为单位 被捕后口出狂言 如果饶我一命 我能带你们进入秦始皇里 他就是姚玉中 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虽然只是小学毕业 但对父亲传授的看风水 看墓葬的绝活却颇感兴趣 于是姚玉中白天独自一人出去采点 晚上带着自己小弟挖坟绝木 而且他这人还相当固执 一次挖不出来就挖两次 直到挖出来东西为止 但常在河边走 怎能不失血 在一次上山采点时 被办案人员直接抓获 让我们一起了解 这位盗墓奇才的传奇人生 2015年 可以说是轰动考古界的一年 我们的帽子叔叔 经历长达九个月的时间 获获了中国历来最大的一起盗墓案件 涉案人员高达225名 涉案文物件数 更是多达2063件 涉案金额高达5亿 丝毫不夸张地说 考古专家几年的工作 让这伙盗墓贼几个月就干完了 而这225名盗墓贼 都是由姚玉中亲自带出来的 哥哥手艺高超 领头人姚玉中一副兵兵有礼 老实憨厚的样子 怎么就选择了盗墓这一号 其实姚玉中的父亲 就是当地出名的风水先生 从小耳濡目染 对风水玄学方面就颇感兴趣 横小家附近就有很多墓葬 姚玉中便萌生了 实践处真知的想法 没想到这一时间还真琢磨出来点读道见解 不需要任何工具 只是站在远处往山上放眼望去 就知道哪里有古墓 野内甚至流传着他的神话 只要他趴在地上 让旁边的人跺跺脚 他就能知道这墓葬距离有多远 几次行动下来 姚玉中名声大振 许多无名小族墓名前来 老姚一看 这一个人干也是干 一群人干也是干 多几个徒弟效率还高 于是一不干到底 直接闹了一个盗墓集团 这你收得了吗 考古专家看了都自愧不如 让我们看看姚玉中是如何实操盗墓的吗 鞋 衣服裤子都是品牌的 一看说就是正午过来 有的说就像大老板 是一个文字彬彬的 一个体貌特征 非常假用的这么一个人 有的管事 这老姚可了不得 他会看风水 看星象 对这个文物本身 资作前什么年代的 一个哪一种 这个除土的 你应该说他一张眼就知道 这老姚 这是弄文物这块 那是官方的第一高 盗墓界的祖师爷姚玉中 一个连考古专家都自愧不如的人 他到底有什么本事 让两百多个盗墓贼做他的小弟 那他最终又是如何落网的呢 起初姚玉中只是找自家附近山上的古墓练练手 没想到从父亲那里学来的风水 汉木知识得心应手 他一般夜间行动 因为越是深夜 他的眼睛看东西就越清楚 很快就在同行之间声明确起 一个上不了台面的行当 硬是让他干得很专业 而他自己也相当的孤傲 只要是他看中的墓葬 就是三番五次的行动 也必定要将其拿下 没想到这反而成了他之后 被捕的惨痛教训 这是怎么回事的 因为盗墓算是一锤子买卖 姚玉中团伙每次得手后 都会将土进行回田 再撒上槽子 这样等过段时间槽长出来 盗墓痕迹也就被销毁了 但如果夜间行动失败了 那以姚玉中的个性 肯定不久后还会出现 在之前的一次盗墓行动中 警方就差点抓到他 所以这次警方决定 彻夜蹲守在古墓旁边 因为就凭姚玉中的自负心态 断定他一定会来 于是屏息凝神 生怕发出一丁点声音 毕竟这次要抓的 可不是什么无名小子 果然不出所料 姚玉中团伙趁着夜色开始行动 但警方在跟随途中踩到了极片树影 细小的声音被盗墓贼捕捉到了 扔下工具撒腿就跑 民警刀刀过去以后 一碰树又有动静 马上顺着 顺着就跑了 等警方追上去后 只剩下放在地上的几把铲子 姚玉中又一次侥幸逃脱了追捕 回过头来再看这把铲子 仅从外形来看和洛阳铲大同小异 但却比洛阳铲还要高级 被夜内人士称为关东渣子 并惯以盗墓第一神器的称号 怪不得姚玉中在被捕后 狂妄自大的说道 洛阳铲只不过是用来剥笼杂草的废物 无懈被使用 那他最后是如何被捕的 为什么警方在查询姚玉中账户后发现 他竟然身无分文 没想到外表老是憨厚的他 还有这种嗜好 那么从公安机关将其抓获之后呢 他的账面上基本上没什么 没有什么钱 中账户他也是价值连城嘛 那因为他既然他卖了 那为啥他钱感觉还挺紧 还入不敷出呢 兢兢业业盗墓三十余载 被他破坏的墓葬 没有上千也有数百 作为盗墓集团老大却因为嗜毒而两袖空空 这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一起看看姚玉中的传奇故事 在盗墓电影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盗墓人在寻找墓穴时都会拿着罗盘念叨一段口诀 而姚玉中仅凭自己的一双眼睛就可以判断出哪里是活土 据他的徒弟交代 只要是他踩过的点就肯定能挖出好东西来 但这种独门绝技 姚玉中怎么可能会倾囊相受 就连他的亲弟都因为分赃不均而离开他选择单感 即便大部分的赃款都进了他的口袋 但在被捕后 他的账户上竟然一分钱都没有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姚玉中还有一个绰号 那就是老败家 仅在河北的一家地下赌场就累计输了高达七千万 对于他来说一天输个上百万像喝水一样简单 有时候输急了 直接把还没来得及卖的鲜蛙文物进行抵押 除此之外他还极度奢侈 他把玩的文物都是古代数一数二的宝贝 出入的都是最高档的五星级酒店 在赤丰等地还有超豪华别墅 直到被捕都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有多少宝贝 据他的徒弟描述 每次都是他孤身一人出去踩点 等木道挖通后自己进去逃跑 出来之后给他们分道多少就是多少 至于师父自己得到多少无从知晓 时间长了大家伙都对这种分赃方式有意见 但这行就是个凭本事 你不服你可以自己去道 其他人也是敢怒不敢言 以至于后来亲弟弟都和他分道扬镳 其实警方留意他已经多年了 但姚玉中生性多疑 做事谨慎 所以直到2015年 布下天罗地网才在一处宾馆抓住了他 在指认犯罪现场的途中 姚玉中深知自己罪孽身 还企图撞向大石头自杀 但最后只摔断了三根肋骨 性命没有大碍 在接受审判时 对自己所犯事实供认不讳 甚至扬言 如果留我一命 我能带你们打开秦始皇里 他的技术让人敬佩 但他犯下的错误是无法原谅的 为了一己私利 给中国古代文化遗产 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一代盗墓祖师爷姚玉中就此落幕 好古新进专家礼遇中 从天而降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留言在评论区 请不吝点赞订阅